这是一万年前的野人 他们是带靠狩猛马象为伤 谁能杀死猛马象 谁就能当上部落的首领 迎娶部落里最美的必演女人 为了接下来一年的口粮和漂亮媳妇 野人小伙们拼了 他们脸上涂满了泥巴 猫着被采成肉饼的威胁 扑服在草丛之中 接着一个野人拿起长毛冲到象群之中 受到惊吓的象群四处讨算 野人们一拥而上 把象群往峡谷里干 很快一头公项落网 野人看准时机 智毛杀象 无奈猛马象的皮实在太厚了 皮肉分毫不伤 没一会儿 弓象就挣脱了陷阱 冲出了峡谷 眼看着一年的口粮要溜了 野人们一拥而上 拽住网绳 结果都被甩飞了 只有一个叫达利的倒霉蛋 被网绳缠住了双手 弓象挣脱了网绳 抄着达利冲去 看着体型巨大无比的猛马象 达利又慌又怂 他急忙拿起一旁的长毛 试图做最后的挣扎 没想到长毛卡在了石缝之中 接着 蒙马象一头冲来 竟然扎在了长毛上 把自己摔死了 赶来的族人看着倒下的蒙马象 还以为达利凭义己之力 杀死了巨兽 根据巫师的语言 杀死蒙马象的英雄 将会带领族人远离战争和饥饿 达利一脸懵逼 但看着眼前漂亮的伊芙林 达利接受了象征着胜利的白色长毛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但灾难的降临 也总是悄无声息的 这一天 一群侵略者骑马来到了达利的部落 他们拿着最先进的武器和铠甲 在部落里烧杀抢夺 还掳走了伊芙林和年轻男人做奴隶 他们将会被带到一个全新的帝国 这里打星土木 不分日夜的建造金字塔 所有奴隶都是被侵略者 从各个部落里抓来的野人 就连最强壮的蒙马象 都被驯服成了苦力 侵略者的首领被称为万能神 他是个暴君 所有人见了他都要爬跪在地上 以示尊重 为了加快工程进度 他甚至还让手下杀了一个奴隶一座警士 在这种绝对的阶级统治下 神的权势与日俱增 而落后的野人在未知的力量面前 也只能无条件屈服 另一边 达利为了解救伊芙林 和幸存的族人踏上了世神之路 经过几天不眠不休的路程 他终于在雨林中找到了伊芙林的总体 趁夜达利流进驻地就走了爱人 没成想很快就被发现了 逃亡路上伊芙林走丢了 跟来的几个族人也全被敌人俘虏 剩下的只有受伤的叔叔和达利两人 为了给叔叔找食物 达利只能去狩猎灵羊 但灵羊还没抓到 自己却掉进了一个陷阱 一头剑吃虎被困在了陷阱里 眼看着脚溺水了 更可怕的是 还有一个野人正举起上猫向他逼近 剑吃虎痛苦挣扎 没成想 野人丢了长毛 还帮他解开了陷阱 得救的剑吃虎贴近达利 并记住了他的味道 然后纵身一跃 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惊险过后 达利和叔叔 寻着伊芙林留下的踪迹 路过了一个部落 但两人刚踏入对方的领地 就被包围了 达利寡不敌众 眼看小命就要栽在这了 突然出现了一只剑吃虎 仔细一看 这不就是自己刚刚救过的那只马 万物皆有灵 原来剑吃虎是来报恩了 看到眼前一幕 部落的首领兴奋极了 根据预言 达利就是天选之子 首领给达利展示了 遗迹里古老的壁画 上面画着一个 能和坚持虎对话的男人 并预示着 他将带领所有部落 击败神的暴障 解放奴隶 说完 首领还特意用部落特产 盛情招待了两人 随着天选之子的流言传出 许多被掠夺过的部落 纷纷跑来投靠达利 准备夺回族人 很快 达利率领众部落 日夜兼程赶往神殿 可当他们赶到河边时 却看到了一艘艘巨大帆船 那是他们所不理解的文明 由于没有渡河的工具 达利只能靠星象辨别方位 在走了七天七夜后 他们终于到达了神殿 而眼前的一幕 让人惊讶不已 这里竟然在建造一座金字塔 无数的奴隶犹如蝼蚁一般 他们被奴隶驻无情鞭挡 压榨劳动力 太惨暴了 趁夜 达利溜进了金字塔 他想说服所有被俘虏的奴隶 一起推翻神的暴障 但没人响应他 这些人被俘虏的时间太久了 奴隶已经在他们心中砸下了神根 其中一个无视所预言 只有守备有七星计号的人 才能打败神 奴隶们看着达利干净的守备 就更推缩了 无奈 达利只好暂时撤退 但在回去的路上却被人发现了 叔叔为了给达利断后 不幸被人偷袭身亡 看着同行的族人一个接一个倒下 达利痛哭 一路上他已经失去了太多 不管预言真假 为了救回爱人 达利只好背水一战 他集结了追随自己的所有部落 准备闯入金字塔 另一边 神的手下在无意中 发现了伊弗里守备的七星标记 这是一万年前的原始人 他们被神找到荒漠里 当苦力建造金字塔 为了救出爱人 达利一行沉沦化妆 猛混进了奴隶队伍之中 接着他让小孩解开了 牵制猛马像的机关 等奴隶队伍走到至高点时 他们洗击了守卫 找到了猛马的首领 激怒他 并借此扰人对形 受到惊吓的猛马像群 冲向了塔底 击溃了神的处理部队 看到胜利在望 被俘虏已久的奴隶 心中也泛起了一次希望 很快 相应的奴隶越来越多 他们像打了机械一样 跟随着达利一起反抗 金字塔也被推翻了 而达利趁机 找到了埋藏在土里的白色长矛 直接冲向神殿 为了牵制住达利 神竟然利用达利的爱人 威逼他投降 他把伊弗林双手绑在马车上 只要一声令下 伊弗林就会被五马分尸 高大的神直接发话 只要达利带兵撤退 就放了伊弗林 达利想都没想 就一口答应了 有始至终 他的目的就是 解救自己的爱人伊弗林 接着达利又问 其他的奴隶的命运 将会怎样 但神告诉他 这些人将会永远 留在这里修建金字塔 做苦力之死 花音刚落 达利怒了 只见他拿起长矛 向神智去 长矛一下就刺穿了神的躯体 他从神坛跌落 原来这只不过是个 踩着高桥的人而已 奴隶们看清了神的真面目 不再惧怕了 他们一拥而上 冲向了宫殿 然后一把火烧了 这些高大的建筑 推翻了包装之后 达利赶紧赶去爱人的身边 但在最后一刻 爱人在他眼前 被一箭射中 他死在了达利的怀里 达利失声痛哭 他拯救了所有人 却拯救不了自己的爱人 就在此时 奇迹出现了 远方的巫师在弥留之际 用自己的命 换了一副的医命 故事的最后 达利彻底解放了努力 结合了部落 并学会了种植 带着族人走向了文明的一小步